你们猜出来这是甲骨当中的字吗 这么一个小学堂 在过去六年间 举办汉字教育活动一千多场 吸引了四万多个家庭参与其中 近两年因为疫情影响 该在线上举办 参与的人数更多 影响更大 我爱甲骨文 从早期的甲骨文单子试图 发展到利用甲骨文 进行计算 看看能不能帮你 你把这些能够来 你的用成了一些丰富的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甲骨文字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是美丽代理 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广阔空间 甲骨文字最古老 甲骨书法很年轻 在安阳 不会写甲骨文 都不敢称自己是书法家 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书法现象 安阳市龙安徐高级中学 是甲骨文特色学校 在书法活动室内 书法家陈泽薇 带领学生 领写甲骨书法 注意甲骨文书法的这种线条的阴浪 你研究甲骨文知识 就是说每一个字的这个来源 它的流变 它的发展 有意见名为甲骨文书屋的城市书法 2006年 银区认为成功 极大的提高了银区在全国 乃至世界范围的知名度 网银区周边的田野火源里 考古人员手持探柴 排着成队 进行拉网式大范围密集转探 希望通过勘探寻找网银区到宫典区之间的干道 搞清商网银区的范围 进而搞清黄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化 土烈烈 海外有节 商贷人善于贸易 手工业非常发达 手工业作坊 也是都已布置的核心组成要件 考古工作者综合分析 允许历年发现的筑筒 智谷 智域 智陶等作坊 发现 这些作坊相对集中分布在一定区域之内 大体可以分为中 西 南 东 四个工业区计日行月异 科技的力量 使考古增添了更多的温度 还原更多的生活细节 允许五十四号大墓墓主人亚掌 是个战死江城的武将 在他的墓中 桃古人也发现 桃垒中有残留的梅子果羹 铜轨内有烹饪的穀物 还有当时流行的用来防腐的花椒 通过人骨鉴定 发现亚掌右脚一一敷骨 有明显的骨质运行 这是考古队首次在英渠墓增的人骨上 观察到骨质变形 刚才我们说的富豪墨的贵族人像 当时认为当时这种习俗已经产生 而且对十一种普遍的一种习俗 帮击千里为名所指 赵羽比四海 生态晚期 活力强大 作为甲骨蚊中经常出现的大衣伤 一定比我们所知的依序大力更 我们在这里的打磨 这个就是我们的骨头骨 后部方顶复制提升铲车间 支部方范 轰烤 浆筑 脱模 打磨 抛光等等 各个环节相互配合 有条部门 一件件大小不一的风铃 从这里流向大方 鼎立中国 允许甲骨蚊的重大发现 在中华文明 乃至人类文明发生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保护好利用好 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存 是扛在当代人间上的重大责任 几十年来 安养立足国之大者 滋滋意求 努力开创 允许保护管理 和传承利用的新举点 实现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2010年10月 允许列入国家首批 十二家考古